都感到难以接受 台湾一名流性男子和大陆籍的友人合作 将大陆制造的口罩进口到台湾 接着再印上Met in Taiwan的字样来贩售 事后被警方发现 他打着台湾制造品质保证的名义在网路上贩卖 现场还查扣到了42万多个口罩 另外国防部一名中校李志娇 在担任口罩国家队的督导官时 竟然涉嫌只是好友一名上市 以一片八块钱的价格来贩卖口罩被抓包 北检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两个人 再来看到新北市树林一间公托中心 五月份爆发了集体虐童 三名托育员涉嫌掐脖抛摔男童 甚至还联手把男童的头给往后搬 将乌龟放在男童的脸部上来爬 而就在昨天教师节当天 新北地检署是依照强制罪 将三名托育员起诉 国防部近期效仿日本公布当天的即时军情 但从这个月25号开始 已经连续四天没有更新动态了 不过军事民是天天都接受到了空军驱离的广播 而且已经连续13天了 昨天上午的6点47分 共机是再度入侵我国西南空域 这也是这个月以来最早的一次 但是国防部还是表示 空域一切活动都很正常 国际疫情严峻也让国内旅游是夯到不行 交通部推出的国旅补助申请大爆棚 截至到9月21号为止 已经消耗了58亿的预算 而10月份只剩下20亿元的经费可以使用 立委直询时就关切 如果经费不足政策要如何延续到10月底 对此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 会以交通部现有的预算来以缓系级 当时不同的预算编列都有预估 有部分的经费有结余 将会移到安心旅游这里来确保政策不间断 中秋四天廉价 本周就要登场了 加上国旅还很旺盛 恐怕会重演今年6月端午廉价 国舞狂塞32小时的场景 交通部长林佳龙预估这车流会暴增1.6倍 表示会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努力 希望国人多利用交通部的路况资讯 采分流的措施 另外公共运输也加强了票价优惠 推出在地游角方案 并且首创了国道播报员 向国人说明及时路况预报 行为停歇 秋冬流感季又即将到来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丽明 昨天就说 最近有研究就发现 45岁上的新冠肺炎的确诊者 最常出现肺炎链球菌和新冠病毒并存的情形 发生感染症的几率恐怕大幅增加 也呼吁45岁以上的族群 可以考虑接种流感疫苗 和肺炎链球菌疫苗 来降低感染新冠肺炎重症发生的机会 而再来看到 台湾是积极地跟COVAX来签约 陈时中是强调不买录制的疫苗 而剩下的五支疫苗当中 有三支都必须要低温配送的难题 而其中两支疫苗 必须是以零下20度和零下70度来运送保存 国内的冷链业者也难得 让我们的记者拍摄到了运送的配备 业者说零下70度的困难度很高 但是保持低温送到施打的地点 台湾还是做得到的 指挥中心也说 本周就要跟食药署和冷链业者来召开会议 建制国内更完善的冷链流程 疫苗空运落地以后就是要透过像这样子的冷冻车运送到施打地 但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定的温度 就是一大关键 要达到零下70度是非常难的 要过来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 有一个SOP在里面 里面应该都已经有这样的设备 相间的一些 好可以看到疫苗采购的说法是一变再变 卫部部长陈时中日前高调宣布 我国已经和COVAX完成了签约 渴望提前获得由国际大厂所开发的新冠疫苗 但是对于目前COVAX的运作状况 以及国际疫苗开发进度 却始终搞不清楚 不但在昨天改口国际疫苗的相关数字 还让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庄人翔来出面澄清 强调指挥官是为了要厘清媒体误报的冷链疫苗数字 才会口误 所以要看到的是 卫部部长陈时中他又失言了吗 陈时中在防疫奖章的颁奖典礼上 至此表示 台湾人气质好 靠着我们的气质可以来打败病毒 此话一出让国民党立委惊呼 陈时中他真的是卫部部长吗 欧阳娜娜欢庆大陆十一国庆 登上官媒央视 高唱大陆的爱国歌曲 《我的祖国》引发抨击 陆委会说要查 有没有涉及违反两岸条例的相关规定 文化部长李永德则说 目前在搜集市政当中 如果确认违法最高是可以处50万元的罚还 然后市政 那么搜集民学之后再来看看 全民都会可以来公平 考台的次数增加也升高了两岸紧张 平面媒体民调就发现 民众感受两岸开战的可能性的分数提高了 五成一的民众希望可以维持现状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国人有忧患意识是好事 但是专家认为美中关系恶化 台湾不该只倾向一方 三星美国股市今天在能源以及金融股的带动之下 道琼工业指数是大涨超过400点 三大指数开高走高涨幅都超过了1% 道琼工业指数是大涨了410点 涨幅为1.51% 指数收在27584点 另外标普500的指数 涨幅是高达1.61% 收在3351点 至于科技股纳斯达克的指数 指数是大涨了203点 收在11117点 美国股市从一开盘就一路走红 科技股则是在苹果以及亚马逊的带领之下 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大涨超过200点 苹果的收盘股价来到了114美元 涨幅是2.39% 而投资人也将观察明天川普和拜登的第一场辩论 好 再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在推特上是连连发文 回应纽约时报报道 他在2016年和2017年都只支付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也就是2.2万元台币 而且呢 事业是严重的亏损 川普反驳说他已经付过好几百万美元的税金了 并且声称他的资产是大于负债的 但是呢 并没有拿出证据 全球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在今天正式超过了100万人 而世卫组织为了要对抗疫情宣布将会提供中低收入国家 一亿两千万个快筛世纪 台北市政府规划的自动公车终于到了试程的阶段 民众只要在前一天上网预约之后 就可以在隔天的凌晨12点半到2点半来试程 不过呢 虽然号称是自动公车 但是车上都还是会配置随车的安行人员 来确保突发状况要连线给记者蔡炳宏 这两天适量的天气将逐渐好转了 今天东北风趋缓 水气减少 各地气温会稍稍的回升 但是花东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北部也可能会有少部分的零星雨势 详细的天气姿势要交给主播孙毅玲 北部地区呢 气温会稍微的回升 白天高温会到27 28度 北部呢 只会剩下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不过东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都会是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地区高温上看32到33度 那么今天的雨会怎么下呢 赶快透过定量降水预报图告诉您 今天可以清楚的看到 今天降雨主要就是集中在东南部的地区 不过呢 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 中午过后也有机会会降下午后雷阵雨 但是到了晚上呢 东北风又会再次增强 北部地区又会有一些雨要飘进来了 不过呢 也是因为今天东北风减弱 水气减少 所以中部以南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起来 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 臭氧浓度容易提升 因此呢 高平地区今天会是亮起了橘色的提醒 而近山区中午过后短时间可能也会亮起橘色提醒 提醒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不过这礼拜啊 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中秋四天廉价吧 赶快来看看接下来的天气走势图 今天呢 就是东北风减弱 北部的气温会慢慢地回升上来 不过到了明后天呢 东北风又会再次增强 北部 东北部气温又会下降一些 而且呢 又会开始下雨 赏月的几率恐怕不太高 可能要到桃园以南比较有机会才能看到月亮 而假期的第二天到第四天呢 东北风又再次减弱 气温又会回升一些 各地大多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非常适合出游 只有东半部的地区呢 因为是迎风面哦 所以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午过后 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的山区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最后天气关键字提醒您 今天东北风开始减弱 北部的温度终于会开始回升到27 28度 不过高平地区的空气品质就比较不好 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 台湾防疫有成 台北101跨年烟火就宣布 将比照今年的规格维持300秒的灿烂规模 而且呢 府前广场的演唱会也是会照常举行 台北市府更卖关子 要大家好好来期待 今年的演唱会嘉宾哦 一定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大咖来出席 但是呢 府前跨年动辄三四十万的人潮 如何防疫也成为一大难题 台北市府也呼吁大家哦 看烟火 记得要戴上口罩 沐一周新竹的钥匙收到了实名制口罩 最外层的布置布上是沾满了黑色脏污 甚至呢 收到整包口罩竟然是藏有两片 没有印双钢印 随后甚至还有鼻梁条破损等等的情况 让他发文写下 钥匙的工作不该是口罩检查 而另外北市议员王鸿威也揭露 24号双钢印上路 但是北市教育局发放给学校的三十万份口罩 竟然通通都没有印钢印 他直呼说难道是要学校帮工厂来清库存吗 争议在天一桩哦 台湾高铁董事长江耀宗 原本月薪已经高达了三十五万元 每个月从同一栋的大楼董事长是走到会议室开董事会 竟然还可以再领八千元的车马费 去年就领走了十七点六万元 今年上半年是再领十二万元 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天说重话了 不该领的钱一毛也不能领 将检视各公司的发放情况 不合理的就改进 好 网络上有一段影片哦 一名骑士行驶在车阵当中 突然发现旁边的公车底下竟然伸出了一只手 还以为是有人被压住了 但仔细看 居然是里面的乘客要伸手剪掉在路上的手机 疑似是因为车门没有关好 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可以把手给伸出来 连线给记者蔡炳宏 缝隙还要再厘清 以上是现场情况 主播 很多开车的民众可能会认为 只要车子停在白线区就不会被开单 不过呢 最近却发生了很多车主停在白线上 却收到了微停罚单 原来用白线还分为两种 15公分宽的叫做路面边线是可以停车的 但要是10公分宽的就是快慢车道的分隔线 依规定是不可以停车的 这让开车民众相当的困惑 难道这停车前还要带齿下车来量一量吗 后来了喜讯8月的景气灯号脱离象征景气趋弱的黄蓝灯 亮出了代表稳定的绿灯 这也是今年3月以来 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一颗绿灯 国发会副主委政政冒就研判 谷底应该是落在第二季 但还没有回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准 目前景气不是一帆风顺 但也希望不是残花一现 台北市长的选战已经开始暖身了 国民党人气最高的男神立委蒋万安 被看好参战夺回首都 而昨天呢 蒋万安在立法院直询卫府部长陈时中 双方为了要开放美珠政策是唇枪舌战 而代理主持会议的立委徐志荣一句 谢谢两位准市长也逗得全场笑出来 缓和了安中对决的气氛 有趣的是哦 蒋万安选区内的一座公庙 曾经向蒋万安要一块匾额 公庙主持说是神明指定 只要挂蒋万安赠送的这块匾额 主一群热心公益的大学生 昨天上午是来到了新竹新丰香 特别将亲手做的月饼还有柚子 零食饼干制赠给长辈们 陪伴他们提早过一个温馨的中秋节 也让多年推广公益青年下乡的蔡衍明爱心基金会 能将这项爱心美德在青年市疫情时代 推动线上交易活络 租车业者布局5G网络启动全面换新 一站式平台的服务整合了包括租车 共享车订阅车以及代价 多元计程车等租车还有专车业务 迈向一键服务的时代 要打造移动服务台湾队 代价租车和共享电动机车平台结盟策略合作 同时也结合了12家的国际级饭店 和政府合作长照专车业务 要打造更便捷多元的智慧交通生活权 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 针对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案 昨天是再度在加拿大温哥华出庭 他的律师团希望以引渡程序瑕疵来打赢这场官司 孟晚舟从温哥华的住所现身时 穿着是相当的轻松 一身衬衫搭配极西的裤装 脚上的定位追踪器显得相当明显 而根据BBC等媒体报道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主张 美国的引渡程序有瑕疵 目的是要误导司法 而专家研判 孟晚舟的引渡案可能会在明年的三四月来判决 不过也可能会拖延好几年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传出将在十月初访问日本 参加美日印澳四国的外长会议 目的就是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 围堵中国大陆 同时还将访问首尔 被认为是要拉拢目前还未表态的南韩 在此同时 各界更关心 蓬佩奥会不会借机来顺道访问台湾 为川普胜选制造所谓的十月惊奇 米克·蓬佩奥说 中国正在使用了新亚装设计 为了大陆新浪团队 在新亚装设计 蓬佩奥说 可能更多奖务员和官员会被捕捕 关系恶化之际 传出在美国上市已经有20年的新浪 也将准备离开美国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在美国上市的大陆新浪公司 同意以美股43.3美元 总价大约是25.9亿美元 被新浪董事长曹国伟 旗下的基金公司来私有化 会选在上市20年退出美国 有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新浪估值长期偏低 甚至还不足自家子公司 新浪微博的三分之一 新浪股价更是处于近十年来的最低股 加上中美关系如此的紧张 也间接推动在美上市的大陆企业 私有化交易的意愿提升